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廖方杰 中国的民用无人机 近期多次侵扰金门 除了拍摄一般居民之外 还飞到了我国的军事重地 列宇外岛金房部钢绍来拍摄 不但国军入境了 连钢绍的设施 基建识别图都清晰可见 而国军丢集石头回击的画面 不但被中国网友嘲笑 其实连台湾网友自己都很失望 讽刺说连无人机都搞不定 叫国人要怎么相信国军呢 也终于蔡英文总统下令 可以开枪射击驱离中国无人机 所以当星期四中午 发现了一架不明的民用空拍机 进入了湿雨 禁限制水域上空之后 驻守部队先依程序阴储 市井驱离 无效之后就进行了防卫射击 予以即落 但其实台湾至今在国军里面 并没有专责无人机的单位 会不会跟不上全球武器的发展呢 而在两岸关系日益紧张 台湾急需国防能力的此刻 美国媒体报导 拜登政府打算正式要求国会 批准一笔对台湾的军售案 曹星成也站出来宣布 投资国防的三十亿元当中 第一笔十亿元的具体用途 我们先回来看中国无人机 近日多次侵扰金门 终于在星期二 我国首度对无人机实弹射击之后 星期四的中午 又有一架不明的民用空拍机 再度进入我国诗语 尽限制水域上空 所以驻守部队就先依信号弹 市井驱离 无效之后就进行了防卫射击 这一次用了十九发实弹 予以即落 总统蔡英文在出席军人节活动的时候 就再次重申 要国军对中国无人机强力反制 8月30号中国无人机直冲金门失语 离地更仅仅三十公尺 事隔两天又来 这回国军真的不忍了 中午十二点三分场景又是失语 南方三百公尺空中又出现无人机 市井赶不走 官兵们随后用了十九发实弹 成功打下不速之客 信号弹驱离无效 丢石头更是力不从心 眼看阻止骚扰只能靠铁腕 九三军人节颁奖典礼上 总统下达军令 其实早在周二总统训绵 澎湖海空部队之前 国防部就下达战情 遵取官兵使用各型步枪攻击无人机 在同一天晚上就开下第一枪 未来国军力道再加强 由于将本岛旅籍单位 具备狙击守资格的军事官 任务性潜掉金马 一套有效的反制方案 但是也必须要想到 这个方案会不会产生附带的 这个损伤造成胜据 就是说我们在执法上 或胜据跟对岸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非常时刻用非常手段 要让对岸深刻体会 擅闯他人家门 就得付出代价 而实弹击落中国无人机 只是反制行动的起点而已 国军在九月二号又再调派了 将近四十组无人机干扰枪 进驻金马领导 也着手选派了空军的飞管 分队人员到前方支援 目的就是要让干扰 跟实弹射击 并行增加击落的机会 要让对岸的有心人士意识到 之后再派无人机 扰乱我国外岛的话 就会有去无回了 总统蔡英文是在上个月 才宣布成立要组建无人机国家队 但是我们这样面对对岸无人机 三天两头的侵扰 台湾现有的无人机技术 到底能不能够跟对岸批敌呢 近新闻访问到了无人机专家罗正芳 他同时也是蔡政府的无人机测试 他说他曾经建议总统 是应该要强力回击 也认为虽然台湾目前 在无人机的发展上 跟对岸还有很大一段差距 但是只要能够有一个单位 来负责统合拉高到国家级的规格 以台湾半导体技术 跟高科技的优势 是可以成功反制对岸无人机的 一请接牌 八月中旬总统蔡英文到嘉义接牌 亚洲无人机AI创新应用研发中心 宣布正式成立无人机国家队 同一时间中国无人机频频 侵扰金门 方不胜防 国军以信号弹驱离 甚至丢石头 一直到总统八月底前往澎湖视察 下定事实采取强力反制 才开枪反制 据了解蔡政府不解军方应对 无人机的反应慢半拍 当中也曾寻求民间意见 罗正方是蔡政府的无人机测试 他透露曾建议总统强力回击 事实上以台湾半导体技术 和高科技优势 要反制对岸无人机不是没可能 必要是发展高能微波 以一个面状的来进行做防御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台湾的科技的优势 对于这样的微波科技 乃至于说这样的国防武器 我相信我们有能力 我想政府现在需要一个 集中的统合的单位 或是统合的指挥官 来形成这个内需市场的统合 在规格上面必须要国家级的规格 尤其乌尔战后 外界看到无人机低成本 攻击特性能以小博大 不过台湾目前在无人机发展上 仍落后对岸 要想防范对岸侵扰 让台湾成为无人机大国 从技术产业的垂直整合到政府领头 缺宜不可 也才能发挥无人机 不对称战力 建议新闻 宇绍博参谱到 而中国对台文攻武吓不断 国防部在昨天公布了一百一十一年 中共军力报告书 直指中共在八月军演 模糊海峡中线存在的事实 还列出了共军可能犯台的八套剧本 包括我们现在知道的认知作战 夺战外离岛 还有全面进犯或斩首作战等等 而另外刚提到这样一直有无人机 侵扰我国的军事据典等等 报告中也就新增了 非军事行动的章节 提醒中共会透过海上民兵 以民演军来加强对台海周边战场的经营 前年六月十七号 中共自制航舰福建后 下水各种新式战机等高新武器装备陆续列装 在国防部最新的中共军力报告书 特别点出这是为了营造 习近平二十大连任的立机 这份111年度中共军令报告书更指出 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受国际制裁的影响 共军因此修正了犯台的行动方案 以损失最小效能最高快速打击 速战速决四个对台用兵理念 配合八套犯台剧本 包括近来网络常见的任职作战 企图模糊海峡中线的灰色地带 以及联合军事威慑跟海空封锁 还有夺战台湾外岛金门麻族等 另外还列入斩首作战 联合火力打击和全面进反 报告也指出 共军如果要夺取台湾等导作战 有三个关键 也就是要取得赤电磁拳 赤空拳和赤海拳才能先摊后登 另外报告有首次新增 非军事行动章节 表示中共透过海上民兵移民衍军 加强对台海周边战场的经营 共军透过对台军演常态化 验证作战能力 国防部盘点出各种可能 不让奋台野心得逞 新新闻陈彩仪 陈志宇采访报道 而在两岸关系日益紧张之际 美国媒体报道 拜登政府打算正式要求国会 批准一笔对台湾的军售案 当中包含了六十枚 鱼叉反舰飞弹 跟一百枚空对空飞弹 总额达到十一亿美元 同时国军也大幅提升了国防预算 立委点出面对中国 可能封锁采取作法 我们具备优势导弹 达到一定数量的话 不但提高自我防卫 当然也增加了存活的几率 F16空中发射飞弹 火光瞬间窜出 精准命中目标 这款箱尾舌飞弹 属于短程空对空飞弹 但美国媒体披露 拜登政府计划要求美国国会加码 批准估计总额达十一亿美元的 对台军售 其中包括六十套鱼叉反舰飞弹 和一百套挂载于F16战机的 箱尾舌空对空飞弹 以及延长针尖雷达合约案 有效提升台湾战力 对地对海对空的空优导弹 那美国在增加台湾的库存量 也就是面对可能中国采取的封锁做法 让台湾本身拥有的具备优势的导弹 达到一定的数量 提高台湾自我防卫 以及存活的力量 这批军售让中国直跳脚 除了要求美方停止对台军售 还宣称将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有效措施 国防部则说明 在美方正式智慧国会时 国防部会及时向国人说明 但在面对中国文攻武嚇 不只靠人助还得自助 这会国军大手笔 增加国防预算达百分之十三 计划采购二十九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等飞弹 也没放弃自行研发新一代战机 将耗资约四千九百万元 进行战机各项主系统概念设计 同时新编敌我识别器 巡达密码机采购案 能在空中自动识别敌机 或提出示警 或下指令给空防飞弹部队 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威胁 强化战力不让对岸越雷迟一步 继续新闻 刚喊人曾报道 在中共对台军演的时候 前联电董事长曹新成就公布说 他要捐三十亿来协助国防 昨天他首度公布了十亿元的赞助 两项保台计划 有六亿元要用来训练三百万名黑熊勇士 来保乡卫国 发起人说这是至少我们能够抵抗中国入侵的人数 而且透过这些演训行动 让人民对于军事战争的尝试 以及民防的尝试都能有所理解 而另外四亿则是要启动 保乡神社台湾反入侵 实弹神射手的训练专案 他的目标是要训练出三十万名的平民神射手 行政院在事后也对曹新成表达了感谢 赞扬这笔捐赠 有助于国防安全以及稳定民心 学员全副武装用无线电彼此呼叫 学着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巷弄之间 对抗来犯之敌 联殿军办人曹新成 赤字打造宝台双剑 其中之一是让民防学习组织化 全台湾家庭户数大约九百万 一旦撞钉都因为战争接受征召 家里其他人是时候学会保护自己 黑熊学院目标三年之内 达成三百万人次教育训练 学避难更学急上自救 那反击呢 只有实弹的那个声响还有后座力 才会让我们的平民一般人能够适应这个环境 也就是说要让三十万人什么呢 不怕枪 会用枪 敢射击 意义如同较招平民化 操统晶元另外四一 是用来打造宝箱神射手 后备军人守贪案但寒线绵长 部署难免有缺口 增加民防防卫纵深 近年受到高度讨论 问题就在民众国防意识 是否足以支撑 现有乌俄再有环台军演 今年一连串地缘政治冲突 给了全球最大启示 就是想要和平得先学会战争 近新闻 而面对中国跟俄国的威胁 日本宣布明年度国防预算申请 超过1.25兆台币 突破历史记录 更考虑要量产 一千五百枚的远程飞弹 增加摆机能力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 九月一号在推特上公布了 日前两艘神盾巡洋舰 穿越台湾海峡的照片 赫然出现了解放军驱逐舰 还有我国的海军成功级巡防舰 以及美国军舰同框的画面 画面中我们看到 这是美军一号在推特上公布的 从昌塞勒斯维号上所拍摄 穿越台湾海峡的画面 那么同时也公布了好几张照片 其中的这一张 画面三艘军舰并列 最左边是现代籍的解放军舰 中间是我国成功级巡防舰 最右边就是我国的安平级巡防舰 如果再加上当时正在拍摄照片的 美国军舰 显然美中台三国军舰 都出现在同一个场合 美军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 不仅拍到了正在一旁虎视眈眈的解放军 052型驱逐舰 也拍到了我国军舰正在伴随航行 看来台湾海峡真的非常热闹 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中俄合作无上限 而两国向来关系也都被认为轻辱兄弟 但真的是这样吗 八月中旬 俄罗斯主办的坦克两下比赛 四国参赛队伍当中俄罗斯夺冠 中国只拿下第三 这让小粉红们气炸了 8月14号 中国参加俄罗斯主办的坦克两项比赛 从2013年举办至今 每次冠军都是俄罗斯 没想到今年又新增了地雷区规则 让中国小粉红气炸 认为根本就是冲着中国搞小动作 中国网友点出俄罗斯的地雷区规则 释放虚拟地雷 根本无法靠战术手段 只能凭运气 偏偏在四个国家的参赛队伍 中国的96B坦克碰到的地雷 最多被认为针对性太强 俄罗斯他对外的销售主力之一 也是T80或T72战车 甚至T90 那中国他的自制的主力战车 有外销成功过给泰国 还有就是巴基斯坦等等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战车的 所谓的一个运动比赛 就等于是他们在竞争未来的 这个军收的市场 所以就是俄罗斯 他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小动作 中国在坦克大赛 疑似被俄罗斯暗算 也让中俄关系被解读 不是表面上合作和谐 而是充满算计 今年七月 俄罗斯当局逮捕了国内一名 罹患重病的科学家科尔克 指控他从事间谍工作 提供国家机密资料给中国 犯了叛国罪 这位癌症的科学家 他到中国去做了一次演讲 那就被俄罗斯方面认为说 他有泄密 这里头也牵涉到 中方跟俄方之间的互信的问题 中俄双方叠对叠 其来有刺 苏联解体后 中俄经济和军事合作不断升级 2014到2018年间 俄罗斯是中国的最大武器进口国 占七成的比例 像二零一五年俄罗斯卖给中国S400防空系统 和二十四架苏35战机 交易金额就高达五十亿美元 但俄罗斯官员曾指控 中国藉由采购他们的武器 大规模盗版票窃 过去二十年来 至少有五百个类似案例 其中一九九零年代 中国向俄罗斯购买的苏27战机 和S300飞弹系统 后来就变成中国的模板 打造出自己的歼十一战机 和红旗9地对空飞弹 中俄之间 他们确实也是有矛盾的 只是现在这个矛盾 并不是这么凸显 就是因为有美国 在对两个国家进行制裁 进行围堵 如果说将来的这个情况 情况改变了以后 那中俄之间的这种 原本不是矛盾的这些矛盾 全部都会凸显出来 也因为有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 这群主要敌人 才让中俄双方手牵手合作 一切都只是立即在自身的利益之上 进行为陈才 陈志宇 采访报道 因为既然有共同利益 在人前手牵手还是必要的 所以中俄军演在俄罗斯登场 号称有十三国参演 但是实际上只有五万兵力 中国解放军派出两千兵力 而军演的范围是远到日本海 所以面对中俄这样子的联手威胁 日本就宣布明年度的国防预算申请 超过一点二五兆台币 突破了历史记录 同时日本防卫省也表明 中国不断的武力犯台 日本有必要提高警觉 所以考虑要量产一千五百枚的远程飞弹 增加反击能力 上万名士兵列队出发 以中俄两国为首联合举行的代号 东方2022军事演习正式开幕 俄罗斯号称参演兵力 约五万人比以往的三十万大军规模 明显缩水 中国解放军派两千人参演 由北部战区陆海空三军组成 另外还派出三百辆战车战机 直升机二十一架和船舰三艘 这次军演被视为是两国在乌尔战争 跟台海危机的敏感时期 加强合作的一大指标 尽管俄罗斯国防部强调 只是防御性军演 不针对特定国家 但均演范围远阔及日本海 面对中俄威胁 日本提高警觉 防卫神公布 二零二三年度预算总额刷新记录 仅五点六兆日元 相当于新台币一点二五兆 年度预算申请案中强调 日本未来的防御战略 将考虑建立反击能力 因此远程的巨外飞弹 将是核心 计划量产约一千五百枚 巨外飞弹是日本陆上自卫 对国产飞弹 十二世岸舰飞弹的改良款 飞行距离将从一百多公里 大幅增加十倍 变成一千公里以上 射程可达中国 除此之外 日本防卫省还加速研发生产 用于岛屿防卫的高速滑翔弹 日本媒体报道 防卫省在预算案中指出 中国持续威胁 以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透过所谓的军事演习 在台湾周围施加压力 并且没有放弃对台动武 日本媒体分析指出 北韩核威胁和中国武力犯台 让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急剧恶化 加码提高防御势在必行 这份国防预算中 还有许多没有明确金额的项目 最终版估计将上看六兆多日元 瞄准中俄年底拍板 当防疫已经成了生活日常 很多人就开始在防疫期间碾花惹草 因为植物除了栽种欣赏 其实它们对于人的身心健康 都有具体的疗愈功效 甚至能够成为一种辅助治疗的方法 用生命陪伴生命 疗愈思觉失调症患者的身与心 过去这些绿叶只能是配角 但如今它们成功逆袭 更多的深入报道 请锁定近新闻调查报告 配角的绿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